我一直就是有想要離開演藝圈的年頭 哦 妙 現在的我到底開心嗎 也許這是我獻給 就是演藝圈的最後一場戲 3 2 1 GO 哎呀 好狠喔 太棒了 哎呀 你看那個陳婷妮就是擺出招牌笑容 就可以贏得過 是不是 哎呀 假摔假摔 哎呀哎呀 好 你看貴妹姐 哎呦 非常的溫柔 好 琴華 你看 琴華非常厲害 琴華就是擺出眼睛絕對不眨的pose 我覺得每一場戲都很有挑戰 因為我們這條線看似是蠻輕鬆蠻歡樂的 但是其實我覺得這個演員的內心是非常沉重的 因為他一直想要再突破自己 那有的時候你都會演著演著 不知道你到底是在演戲還在演自己的人生 所以我那部戲到現在 我一直就是有想要離台影音權的念頭 哦 妙 嗯 就一直抽離不出來 是 對啊 好笑喔 這個戲真的走到心裡面了齁 言一文你要負責 你看你把人家弄哭了 但是我覺得我跟戲裡面的角色還有一點很貼近的就是 我一直說想要離開 但是又一直割捨不下 然後對 然後最後還是會一直妥協去做一些 原本不想要去承受的事情 就是想要繼續留在這個舞台 對 晚天你還在哭 對 停不下 開關打開了 停不下來了啦 面子 對啊 我們戲在 我們戲在人不散了齁 我們都在你乖 好不好 有什麼問題你就打電話給我們 齁 還是打給你就好 可以啊 因為我半夜打給謝雲萱剛剛聊超久 哈哈 聊死不肯掛電話 等一下 一張不哭 一張給錦華啦 他也快 你也快 對啊 我覺得那個 對啊 對啊 對 共情大家共情 沒有啦 我留言有而已啦 哈哈 好好好 我們讓他再平復一下齁 在演這部戲的時候 有太多 類似的情節發生在這個身上 就是我有一個交往很久的前男友 然後他也結了婚了 生了小孩 那剛好我戲裡面的前夫 他也是就是要在回美國之前 然後跟我說他要結婚了 然後他的未婚妻已經懷孕了這樣子 那他們都問了同樣的一句話就是 開心嗎現在的你 哇 那句話好深刻喔 就是 演完那場戲我會一直回想 現在的我到底開心嗎 因為就是 呃 像 就是像 嗯 剛剛主持人講的 呃 就是什麼不能表現在大家面前 我覺得好像身為一個公眾人物 你好像不能 悲觀 不能負面 你永遠在大家面前要展現出 你很堅強 你很棒 然後 呃 但我們也是有很脆弱的時候 但是我們在 哎 好煩喔 喔 難怪你演那場戲的時候淚流不止 嗯 所以 嗯 就是在 在演 嗯 其實我最後一場殺青戲是在廁所 然後 我是知道我的前夫要結婚 那他要跟我就是正式切割這樣子 的 那時候一文導演就抱著我 就說 這是你獻給 你這部戲的最後一場戲 然後我心中的 想法是 也許這是我獻給 就是演藝圈的最後一場戲 嗯 嗯 對 就 嗯 不知道 還在 還在找自己 嗯 我覺得婉婷真的是 因為我是這齣戲才認識她的 對 然後 呃 對她印象一直在電視裡面 就是 呃 就覺得她很勇敢 她什麼事情都願意嘗試 可是她永遠都是我們拍攝現場 最安靜那個 嗯 就是她這個 就是 有一種奇特的高度反差 然後 剛剛 我都以為 我都以為 她是在 那個角色裡面 你知道嗎 她 好難聊 沒有 因為我自己也很難聊 可是我 我很想要 跟她認識 可是其實 剛剛的那個 樣子是我 我真的知道 那是她發自內心 在這個場域裡面的 對 對 欸 陳婷妮 你有沒有覺得 女明星不能做的 我覺得 我覺得女明星 多多少少都會有完美主義 像之前 就是釋出的那個花絮 因為我自己 我自己沒看過 我當時在我們的那個社群媒體 看到的時候 我也是瘋狂大哭 然後我不知道 原來這個仿若我們每一個人都 這麼感同身受 然後我覺得 呃 因為 女演員都會希望 可以把自己 最好的一面 呈現給大家 不管是角色 或者是私生活 陳婷妮本身的樣子 所以 多多少少都會 為自己帶來 不要犯錯的壓力 然後我覺得 現在我就會 告訴自己 其實應該要放鬆一點 然後享受每個當下 我覺得 就很棒了 所以我覺得 以前對我來說 不能 做的事 可能就是 會告訴自己不要出錯 我以為不能談戀愛 還是要談吧 對啊 只是不要公開而已 嗯 那就是 每個人都選擇 問題 對啊 你看謝宇軒 謝謝大家 謝宇軒都不公開 對不對 對啊 因為沒有嘛 對啊 連真的沒有 好可憐 就 大家覺得 你不可以做的事情 女明星又不可以做啊 女明星就這麼可憐啊 我現在覺得 好了 成功激怒影后 謝謝 那現在一樣 男明星也不行啊 有時候 你看到男明星下面 也會被人家說說 他也老了 為什麼男明星跟女明星 不能老啦 對啊 OK 好我講完了 對不起 謝謝 好謝謝影后的分析 男明星下面也老了 好 來 他剛剛講的 他說 好來 楊錦華 你覺得女明星有什麼不可以做的 其實我自己都還 大部分時間都在做自己的 所以我一直也在想不能做 然後 當然就是我們影片裡面想說不能變胖 我也變胖過 但也有看到 我是確實有在螢幕上有變胖過 那確實也是不好看 然後有回去改 那也不是因為別人說不能變胖 是因為自己覺得看起來很難看 然後還有就是不能談戀愛 其實我一直都有在談 所以我只是公開與不公開 那不能說張話 其實平常偶爾也會有一些情緒化 所以我覺得我好像還蠻做自己的 對 只是我覺得可能我們女明星要的 可能比如說公眾的那種形象 很正向 很正面的 就是必須要傳達給大家 很娛樂性的 我覺得那是一定要的 對 那其他的我都盡量保回做自己 回春 導演 導演在哪裡 導演我螢幕上有回春嗎 導演不在 如果有沒有回春 可能就大家看一下螢幕上有沒有 有春天的感覺嗎 我內心就是覺得 是一定有開心啦 一定的 不騙的 因為你人就在那個戲的當下 角色的當下嘛 然後導演也在 然後導演確實是我跟懷孕中間的 很大的一個橋樑跟安全感 那其實我覺得懷孕非常好 非常棒 她很聽得懂 就是導演她要的是什麼 其實這也讓我非常的驚訝 因為她的表演的經歷沒有到這麼的多 但是她聽得懂導演要的是什麼 每一次她都達到那個目標 那確實她也影響到我 然後我有回到少女時期 對 就是粉紅泡泡 對 對 對就是很難得啦 希望以後還有 哈哈 希望每天都有 好 謝謝